我就一直跟我姐講說 我覺得妳的人生完全就是一個 奇幻的小說 就是太不可思議了 妳好羨慕她喔 她的人生怎麼會這麼奇幻夢幻啊 然後我覺得我的人生好邪爽 我一開始完全就是 沉浸在她們的那個浪漫愛情中 然後就覺得說太棒了 然後那個 我就說那你們 會讓大家知道嗎 她說這種東西就算我們不想讓大家知道 一定也是會被發現的 所以他們就那個 直接就公布 然後我就 萬萬沒想到公布之後就 整個全天下就是 無恥勁就是一直他們的新聞 他們的新聞他們的新聞 然後好像這個世界已經 就是只有他們兩個存在一樣 她說我也沒辦法啊 然後就是 你也知道其實就是 感受矚目嘛 我當時可能是一時嘴快啦 就講了一些句話 可是我想我姐應該是 等到他們 等到她稍微那個 我們爸爸稍微有點就是你知道 對鬆開之後 她肯定又會想說 要不要再來拍個戲或什麼來 我也不確定啦 我現在就是 就是 視訊是她人生的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 然後還有 顧小孩 然後 對 然後還有想說 想發音一下 我不要帶她發言 哈哈哈 其實你們的恆賽 是很期待你們兩個 可以合體做一個節目 或者是一個 我跟她講過很多時候 做美衣有沒有 我沒有要跟你合體 我沒有要組織節目 你不要再來煩我了 我突然想說 你應該要跟我們家做 你會來我家嗎 對對對 當然啊 然後地下廚 拿手菜 給我吃 我最近已經很久沒下廚了耶 可是如果平衡沒有要來的話 我應該會 會煮幾道菜給她吃 然後因為我伯伯也很愛看韓劇 哈哈哈 所以讓她放回去 我伯伯應該會 就是 就是一直坐在那邊 你們不肯走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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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